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不到的都要管 八万二千个城管创造就业 由事业编制选择下来 其实农馆是从来都有 不过今天在苏州 苏航这些 在郑州 济南这些地方开始一路蔓延下去 河南省 为什么这么高调说 因为要成立人头衰 有几个问题大家可以看到 最新见到的就是农馆是做些什么 第一 就是有些鸡飞了出去的时候 它们捉鸡 因为它说你的鸡乱飞 它们就捉走它 为什么要捉走它 不好看 不规范 就是你养鸡 在你家门口走出去 它就捉走一只鸡 这是第一点 第二 还有就是上江政 我做农民而已 没错 农民是要上江政的 麻烦你出事上江政 我帮我老爸脱下杂草而已 不行 你没有农民的上江政 是不让你落田耕种 第三 第三是什么 喷杀虫水 大家都知道 中国很多东西 你要喷杀虫水 你种东西当然要消毒药 那结果又怎样 它说你没有学过不行 麻烦你要离开你的农田 接着就去学习杀虫水 接着第六那件更加离谱的是什么 就是你在鱼塘旁边 你竟敢种玉米 看下去不好看 所以不让你种玉米 真是管天管地管父母 不好看作为理由 禁止你去种植农作物 不单止是这样 去到第五 真真正正来到的就是人头税 每一个人每一年就要交18元农民登记证 即是人头费 以四个人家庭做单位 不管你是否在这里住 种田有没有你份 或者你做农民工 你走来深圳打工 你去富士康做一些装坑工 我不管 你依然要交 即是说一年72元 这个就是硬税 毛泽东都不敢收人头税 结果习近平收了 不单只是这样 还要收水费电费 各项叉香集费 为什么 我从井里打水出来的 那怎么计算 是不是 怎么计算 我要用的电 分分钟大家都知道 电信设备一般的 那你怎么 我自己有发电机 整个部分就出来跟你说 抢 一个字就是抢 当你的家具 你的农作物 或者你的收成 摆在路边的时候 跟着它又说在你不合规格的时候 它就充公走了 其实跟城管抢没有分别的 城管穿着一件衣服 最新两段片很可怕 是不是 过了一年后 人家两对所谓的队戀 春戀不撕 他说有损失 请你撕掉它 要不然我就罚你钱 跟着有一间店铺 他写了他的菜牌 黏在他的玻璃门上 跟着他说你这些不合规范 看起来不合规范 城管跟着就拿支筆出来 大筆一挥 罚五千 城管是这样 今天就对龙管 你问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简单的 一个动态清零 一个红马绿马 中国已经将中国人城市户口 全部查冊一控 用封控方法 用安全马 健康马 全部将你们监控在他手里面 你一个都不能走 今时今日 就要下来到什么 到农村 大家都知道农村 比较窮乡辟壤 很可能五里路里面 只有十几间屋 你装天眼都未必拍得到 亦都因为政府未必能够负担得到 那你要监控人民 怎样 城市有城管有村委 今时今日 是农村 农村 农村 就是负责管理所有的农民 那是不是农村 现在有不安定的情绪 还是不安定的因素 至于习近平来说 大家要明白 以前就是中共负责 党国不分 好千辛万火 将国务院和党机关 或者中国共产党 拉开一个距离 现在又重新走在一起 伯伯走了四十年的冤枉路 而所谓的中共监管 你是错的 现在是习近平一个人监管 所以你就见到有农管的出现 既然城市已经全面妥协了 这样唯一的就是向这一万八千个 这些农民埋首 将唯一他控制不了的地区 掌握之中 那农館就落户 但是你要明白 农館都要生存 他们都要搵吃 那怎样呢 接着他们就会向农民埋首 就见到之前那一幕 偷鸡摸狗就肯定了 那只鸡飞了出来 那肯定是我们捉了今晚饱餐一顿 是吧 国家安全 是什么都要管 以前是什么呢 江泽民说的 邓小平都是这样说 政府不理 尽量不要理 等他经济自然发达 即是小政府 想办法少些干预 但是现在习近平不是 习近平是大政府 他所做的事 和极权国家的标准 已经完全吻合 为什么要落到农村 就是因为农村不受监管 在他眼中里面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见到农館的出现 一个都不放过 全部尽在掌握之中 其实这一种 就是一个极不安全的表现 习近平 究竟他感觉他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有多不安全 中共究竟又有多脆弱 在农館这件事上 你完全看得清楚 但是正在中国有信民 如果你告诉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 包括俄罗斯 除了北韩 是一点都不反抗 我真的没有见过 14亿人民 同声高呼一句 习近平万岁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like 追踪、share、订阅、科金、看广告 可以把加入会员和比赛 代表安天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